我们来看一下二次函数 然后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有学过什么 我们有学过一人二次方函数对不对 那复习一下什么东西叫函数呢 函数就是我们把我们以前一次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把y然后改成是什么 改成是fx对不对 因为这个y它是跟着x在改变的对不对 我给你s等1可以得到一个y 给你s等2可以得到一个y 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二次函数 我们就把一元二次方成4 譬如说是这样子 我们以前学的是什么 因他等于0对不对 好那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这叫做一元二次方成4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 这个一元二次方成4 我们给他一个y 那这个y呢我们就看嘛 x如果带1 你可以得到一个y对不对 s带2 你也可以得到一个y对不对 所以呢你的y这个值 它是跟着这个东西在改变对不对 好那这东西也是什么一元二次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叫做它是一个什么二次的函数 那这个二次的函数也是一样啊 我们到后面1次2会讲到什么 我要求这个y的什么 最大或者是最小值 好那你想说它既然是一个二次函数对不对 它会有平方向一次向跟常数向 那这些东西到底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讲E 一个二次函数 我们通常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不对 好它是一个二次函数 它会有平方向一次向跟常数向啊 这个东西 这个A 它是在决定 开口的大小 好那开口的大小呢 是这个A它有可能是正的 有可能是负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开口大小跟它的什么 跟它的数字有关系 为什么只说数字呢 因为这个A它有可能是正2 有可能是负2 有可能是正3 有可能是负3对不对 好 所以呢开口大小是跟绝对值 会有关系 它不是只看这个A哦 因为A有正有负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正负呢 它是什么关系呢 A如果是正的 它这个开口是向上的 那什么是开口呢 二次函数 它的图形是长成怎样 那记得 二次函数它的图形就是一条 抛物线 它就是一条抛物线 什么是抛物线呢 我们画出来的图大概会长成怎样 我们这边前面就先把整个二次函数的大纲稍微长过一遍 那中间的小细节呢 我们在算题目的时候就会算到 什么叫抛物线呢 这样子叫做一个抛物线 这样子 这样叫做一个抛物线 这是开口向上的 有没有开口向下的呢 有 它会有一个点 就是一只二会讲的 就是最小值 这个抛物线往上无限延伸 所以它找不到最大的 可是它会有最小的 那如果开口向下的呢 抛物线就长这样子 然后呢 我的值 我的值就是我的Y 我的值就是我的Y 我的Y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最高点 就是最大的值 然后呢 最小值当然找不到啊 因为这抛物线是怎样 它是无限延伸的 OK 好 所以呢 这个A 它是在看开口上或开口下 A如果是正的 开口是向上 就是像这种 OK 那如果A是负的呢 它的开口 它是向下的 好 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说 正的开口向上 负的开口向下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刚才讲 开口大小呢 它有可能是长这样 对不对 它有可能是长这样 它有可能是长这样子啊 对不对 你的开口大小 就要看我的绝对值 绝对值越大 我的开口 刚好颠倒哦 开口会越小 绝对值越大 开口会越小 我们后面会举很多的例子 让各位同学去习惯它 我们就是自己画一个图 然后去比较一下 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了 所以反之哦 绝对值如果越小 我的开口就会怎么样 开口就会越大 OK 那这个B它牵扯到顶点 我们后面再讨论 那C是什么东西 C是我们已经知道A是什么东西了 对不对 那C是什么 与Y轴的焦点 为什么是与Y轴的焦点呢 好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我S如果带0 我的Y 是不是就等于C 所以这个C假设C是5 它跟Y轴就交在5的地方 那什么叫做交在5的地方 就是怎样 S如果带0 对不对 S0 那你看哦 我们画在图上面 当X等于0的时候 Y如果等于5 是不是在这边 这个是不是就是Y轴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泡物线 它如果跟Y轴的焦点交在05的地方 它画出来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这样 那这时候呢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在 它的开口是向上 或是向下 对不对 好 然后这边 大概就是我们 先跟二同一讲说 我的二次函数 它如果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呢 它的A代表什么 它的C代表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说 可是我很多的二次函数 我不想要写成这样 我想要写成什么呢 我可以利用配方法 把它配成完全平方 所以呢 记不记得配方法 就是怎样 我在配的时候 我是配平方向跟一次向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常数向 拉到后面来 这里有A 所以我先把A提出来 好吧 我把A提出来之后 这里就是一个A倍 对不对 那我后面配成完全平方 好 配完之后 如果 题目给你的二次函数 它是长成这样子 哦 我比较喜欢这个 这个我比较不喜欢 因为 这个可以知道的资讯不多 它就是顶多知道开口上下 跟歪走的焦点 可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什么 顶点坐标 好 我们先提个大概 后面讲题目的时候 会再详细说 这东西就是我们的顶点 你一个泡物线如果开口向上 它会有个最低点 这就是它的顶点 然后呢 泡物线如果开口向下 它会有个最大值 对不对 这也是我的顶点 我顶点坐标 它就是H跟K OK 那 我们知道顶点坐标之后 还有个东西是什么 还有个东西叫对称轴 二次函数的图形 它是一个泡物线 泡物线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它一定是一个对称的形状 它一定是个对称的 那既然我是对称的 和一条对称轴 对不对 和一条对称轴 这个图形它对称轴在这里 那这条对称轴是什么呢 你看喔 假设这个点 假设这个点 是23好了 那这条线就是我对称轴 对称轴是不是就跟我的X座标 对不对 有关系对不对 所以这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 是不是S等于2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的对称轴就是这边 我的对称轴就是看我的S座标 就是X等于H 如果你看这个也可以啊 S-H 如果你令它 你也可以写这样子 这个东西跟这东西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你把移过去S-H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如果知道说 我的二次函数可以化简成这样子 可以化简成一个完全平方 凑成完全平方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什么 点点跟我的什么对称轴 所以以后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比较开心 你会比较开心 因为你可以知道很多资讯 你可以知道点点桌标 可以知道对称轴 然后这个A勒 一样就可以看到它的开口上下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函数的图形给你之后 你甚至可以不用 如果我给你这个东西 你要开始是秒点 你要去秒点 你要去秒点 你要什么呢 找出它点的座标 你才可以把它的图形给画出来 可是给你这个东西呢 如果给你这个东西 你可以直接知道点点 可以直接知道什么图形 怎么画 你就可以画个大概了 就不用再去秒点了 OK 好 所以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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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